OK 因為我們今天會用到一些線上服務 那麼這個東西你就要匯一下囉 拋棄式信箱 欸 我可以問一下 我們現在有沒有很多線上服務 您都需要透過註冊的 對不對 那您會怎麼做 把你的信箱就打進去 所以收到垃圾信應該的啊 你不能怪人家啊 你自己要用的啊 對吧 但是如果你真的不是真心的 蛤 你是來這裡算算的而已 為什麼不能用拋棄式的 欸 可以 因為我們現在有很多服務 他會要求你做什麼 認證信對不對 可是我要用啊 可是但是我是偶爾用一下 或者是來稍微玩一下而已 我就不要那麼認真 那這個時候呢 你就可以用用這個關鍵字 那這個其實不是新的服務 不是新的服務 你看你Google一下 就可以找到很多 我自己平常比較常用是十分鐘的 十分鐘的 所以你看下面 有沒有一個十分鐘的 對不對 所以點進去 有沒有產生一組信箱的 就在這邊 所以呢 你往下走 往下走 你會看到 這裡有沒有收件夾 對吧 所以其實也是線上收信 你只要維持在這個頁面 那麼收發信件 就從這邊直接回覆 就好 這樣有沒有比較容易一點 萬一十分鐘還沒有收到信怎麼辦 蛤 你不能跟他講 神啊再給我十分鐘嗎 哈哈哈哈 了解啦 反正十分鐘之後就自動消毀 就找不到人了 當然也有一些服務是可以指定時間的 像我文章裡面有介紹另外一個 是最長到一個月 最長到一個月 也就是一個月之後就白白了 這樣也可以 這樣OK 這是第一個預防針喔 好OK 那再來呢 我們要了解一下這裡 在這邊就是 這個地方 這裡有兩個測驗 要請大家先稍微填寫一下 你看我們上課好多測驗 怎麼會這樣呢 因為這是常識 哈哈哈哈 所以為什麼要各位了解 因為我們是做影像處理 還有什麼影片對不對 但是你要去了解一下 第一個應該是 大家應該是比較容易知道啦 這個理論上來講 答對的應該會比較多 我們的相片解析度怎麼算出來的 我們平常不是說 幾百萬像素 幾百萬像素嗎 對不對 它到底是 相片的長層寬 列印大小 檔案大小 傳送字數 如果你已經填寫完了 在右上角這裡 是不是有一個叫提交結果 當然你可以看一下 這是第一題 第二題 OneNote裡面那個跳下一個教材 你也可以從這裡喔 有沒有 中間這裡按一下 或按右手邊 這個都可以 好按一下這裡 欸 那我就要問一下各位囉 我們都知道YouTube裡面 這裡 是不是有一個叫畫質 請問 我們知道畫質 數字越大代表品質越好 可是這個數字代表的是 影片的寬度 影片的高度 還是你覺得 老師講這麼久 應該 另有引擎 哈哈哈 好不好 所以麻煩各位 如果你填寫完了 你可以來這邊提交結果 OK 來